司法法治委员会监视变更议程 改邀请立法院的秘书长周万来来背询 讨论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的寻答方式 多数的国民党立委认为应该要采急问急答 不过周万来举出美国和法国都没有总统到国会 急问急答的案例 张伟吴宗憲也担心呢 可能会有立委借机羞辱总统 民进党立委周瑞雄指着韩国瑜的幕僚长周万来标骂 司法法治委员会变更议程改邀周万来背询 探讨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到底该怎么寻答 却出现差距 虽然又装瑞雄自己看资了不过立法院教科书周万来会前就举美国和法国情资文经验 说没有急问急答的案例 等同达练部分国民党立委 也有求类青得到国会急问急答的主招 为什么全部你要跟着美国跟法国走 台湾这个立法院就是一个立法机构 现行的调文的背景跟其他非洲国家的设计上 本来就不会一致了 以不了的立场上未必表示意见 说急问急答当然违宪啊 的柯建民 之前邀请马英九进行国情报告 必须采取急问急答 民间党团总绕柯建民批评急问急答违宪 被黄国昌吐槽态度差很大 只不过坐在主席台的栏尾吴宗宪 看法和岛内大不同 有一些立委他会对在 在急问急答的情况下 他对于官员有一些修路 那我们可不可以让总统 在议会上面被人家修路 这是我们要考量的 当然同问同达又同问同达的缺点 很多时候同问同达会变成总统的一个秀场 司法法制委员会难得成为焦点 黄国昌趁势爆料收到检据 有立法院专供酒外流 监察院院长跑到高雄去辅雪 已经很扯了 结果辅雪带下去的伴手里 车上是立法院的专供酒 秘书长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有一个配偶 我所了解是以前是都有 去年开始就没有人了 周万来被寻处女秀 一个上午火花普队 记者曹天张嘉玲 切磕不到 来看中华职棒2023年的 总冠军卫权龙队 在监视受邀前往总统府 和总统蔡英文 以及副总赖清德亲自接见 不过大家一起都知道 赖清德是资深的统医师球迷 今天还被蔡英文笑亏 他说他和魏权龙是不同路的 不过赖清德还是大赞 魏权龙重返球场 才短短三年就能夺冠 真的很厉害 更笑说 难怪有网友常常说 小叶果然很有料 魏权龙的老大哥大师兄 过去一直是我们国家队的 强打代表 更在去年完成职棒史上 史无前例的三百轰 你的脸是本来是红红的 还是因为这样所以还红红的 总统蔡英文一开口 马上让全场笑翻 魏权龙睽違 24年总算在2023 中华职棒赛事中 封王夺冠 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 特别在府内接见冠军队伍 但是 众所皆知 赖清德是死忠统一失迷 不过这回能见证 魏权龙重回一军 短短三年 就拿下队史第五冠 赖清德还是感动满满 总统府内笑声不断 蔡英文还特别用大家的招牌 昵称点名介绍 魏权龙球员和大家热情互动 我们这里有个叫天歌的是哪一位 在哪里 你 看起来非常年轻 为什么已经像大哥级的天歌呢 郭天信我跟总统报 郭天信我们台湾人 最近你每一次上场 我都很注意看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毕竟是中华职棒最大咖 球迷之一 赖清德讲起棒球喜悦知情 藏都藏不住 不过接下来3月30号 全新赛季即将开打 六队风华在线 赛事也将越来越精彩 记得陈姨 陈明淮 三居小组台北场合道